Hello,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番茄的摘叶 所谓摘叶就是我们控制叶子的数量 把多余的叶子摘下来 以防止过多的叶子竞争营养成分或者是微量元素 我们经常看到朋友摘的西红柿长得很旺 但是结的果实很小 或者是产生各种各样的缺钙、缺钾、缺镁 那么这些现象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及时地把多余的叶子摘除 而让这个过度的生长、疯长而产生的这种营养缺乏 或者是营养没有供应到我们的番茄的果实上面 特别是各种微量元素 它们都是可移动的营养成分 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地把多余的叶子去掉 那么多余的叶子就会和我们的果实去竞争营养成分和微量元素 从而让果实没有像商业种植种出来的那么漂亮那么大 我们庭院种植和商业种植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我们管理跟不上 商业种植它们是按照一种 科学的方式去管理去及时地摘取这些多余的叶子 保存营养成分和微量元素 集中供应给果实 所以商业的这个果实都非常的大 非常的漂亮 那么在上个视频当中我们谈到黄金比例 一粒番茄它需要有1.62对叶片叶子 这样一个科学的比例黄金比例 所谓一粒番茄就是我们在番茄上开的一朵花 或者是结的一个果 那么这样一个果实它需要几片叶子呢 它就需要1.62对也就是大约三片叶子 我们知道番茄开花都是一串一串的 那么这一串呢大约大都是五到七朵花 我们还知道叶子的长都是在一个枝子两旁对应的长 所以我们称之一对一对一对的 那么所以我们讲1.62对 我们讲一对就是两片叶子 那么1.62对呢 就是2乘1.62那大约是三片叶子 也就是说一朵花大概需要三片叶子 如果一串花里边有五到七朵花 这串番茄大概需要八到十对叶子 或者说16到20片叶子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大概有六个西红柿 我们这一串里边大概有六个西红柿 那么六个西红柿呢 那么它需要大概是那么六乘1.6大概是十 这一串呢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串花 它需要十对或者是二十个叶片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典型的枝子的叶子的分布 4.5除1.6大约也就是三个 也就是说我们这一个枝子 它可以支持三个番茄 如果一串花有五到七颗花的话 那么我们只需要在附近有两个这样的标准的枝子 就可以了 因为它有将近十对叶子 剩下的枝子或者叶片都属于多余的 可以去掉 那么我们就按这样的一个方式 一串花需要两个这样的枝子 标准的枝子 剩下的都属于多余 那么我们对整个西红柿 我们对花和对应的枝子 我们数一数 多余的枝子或者是叶子片 我们都去掉 这就是摘叶 一个枝子 两个枝子 三个 不需要了 继续把它 卡掉 就这样我们把所有多余的枝子 鱼的叶片我们全部剪掉 那么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西红柿 它的这个比较稀松 那么叶片和这个 结的这个一串一串的西红柿的花 是相对最佳的一个黄金比例 所以说我们这一片呢 我们就按照这个黄金比例来进行了 摘叶 我相信 那么这是科学的 那么这些所有的这个西红柿 都会长得又肥又大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摘叶 按照黄金比例进行摘叶 这样一个摘叶的过程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到YouTube搜索 美国生活365 我们有上百个美国生活的视频 和大家分享 请点击屏幕连结 订阅 转发 点赞 和收藏 谢谢大家